太后始终在里面的房间 因為我在碰男人語惠的東西 就是一種疲漏揭露的動作 然後當然呢 就是做的是社會議題 是沒有人敢去碰的 所以我觀察身邊 當然我有同志的朋友 所以我只是 角度是替他們發聲 然後就一再的創作下去 是要替他們說話 讓他們是可以被看見的 我覺得身為一個藝術創作者 然後一個社會議題的創作 我們應該更有勇氣 去做這類的議題 因為我畫男人語惠系列的東西 就是當然要從旁邊認識的朋友開始著手 然後可能 因為我瞭解他們 知道他們長相背後 會有怎樣的行為動機 所以我做揭露的工作 是這樣子 當初其實我會想要看一些 比如說喜宴 還是淡貝三支樂電影 可是我沒有去看他 對 因為我是怕 對我創作會不會影響 我希望我的東西 是不叫個人主觀 然後以第三者的立場 去創作出來的東西 對 那件事實在沒有 因為那件事 我畫一個男生 然後在蹲廁所 然後手裡拿著一本 Andy沃厚的書 香蕉的書 所以從那件作品可以發展出 我的廁所文化系列 甚至那本書是香蕉 Andy沃厚 然後 當然也會影響到我後來的 採用系列的議題 對 所以創作出來的議題的東西 第一章真的非常重要 但他就是 因為他是一個很man 一個很壯的男孩子 然後 他在廁所的時候 他是這麼的無助 所以男生他在外表 跟在 在外面的社會活動 跟到了自己的私領域空間的時候 可能他也是這麼的無助 沒有 兩塊 沒有 大家各位好 這是潮丹藝術的序幕 那 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見面 大家可以記憶點沒關係 好像距離很遠 他很大膽的把 社會中 是存在在台灣社會中的一個事實 然後 勇敢的 用他的畫筆 鮮豔而華麗的表現出來 那我覺得他就是把這個事情 撲放出來 然後身為一個 對於藝術的觀察者 其實他號稱 覺得他是非常的勇敢 而且非常的 創新 其實 優惟一 從此就不用開始 從此就不用開始過來 好 優惟一本身他有很好的寫實功力 那 他把一些 用 利用現在的科技 跟攝影的關係 造像的關係 拿來做畫 他畫得非常寫實 那 這系列來講 一開始的時候 他有處理的時間 初衛的一個生活裡面 連 都會有造成很大的壓力 那這個壓力 每一個人 會去尋求一些 舒服化的管道 一個人獨自的時候 他認為 像這個 比較 是他認為的一個 所謂的 互為人之一面的一個 男生的一個 舒服化的方式 那做的一開始 也要做的其實是 都會男性的 純粹是 男生他們的性 不是 不是同志的性 不是那種 好 第二個走 然後這個利用來 他本身他不是 同性戀 那他做的這個議題來講 大部分都理想到 同性戀 那其實也無妨 就是這樣 創作人來講 有時候一開始我設定的目標 是往這裡走 然後在整個創作過程當中 也許會有某些機緣 某些形式 讓他整個的內容 有所轉換 這是可能的 開始的是 他的寫實功力也不錯 所以 他剛剛進到師大來的時候 就是用他照相寫實的話 我跟他的想像到 這樣的議題 他來做畫 那其實 我在跟他進去當中 我知道他的色彩能力不錯 他的筆出能力也不錯 但是都沒有在他的作品出現 所以 我就開始 一直找他在聊天 或者在推述他 要他 嘗試的把他 在課堂上 做其他練習的那些特質 放進去 那這樣慢慢慢慢的 一年多 兩年多 到後期的時候 才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出現 也就是說 在畫面裡頭 並不是只是一個對象 把它描繪出來 而是藉著筆跟色彩的那種 揮灑的過程當中 把那個內在商量 扣上出來 就這樣的一個形式轉換來講 我覺得 對於研究生 對他來講 都是非常成功的 身為對他的保守 這個問題就不存在 因為等於說 我們對所謂的國藝的條款沒有通過 不等於台灣 就不一樣 沒有國藝 那這些問題 其實性的問題 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那只是這樣的議題來講 但是他 這個 的確是非常有他的張力 從這個 一個寫實開始 走走到這個地方 不管是色彩 是體質 是體質的運用 以及在那種 揮灑過程當中的一種事實在 我覺得優惠在這方面 有很大的進步 應該大家都可以快樂到 好 我們主題就是 用畫 動作 真的嗎 我就幫他照顧 因為他之前有認識 喔 那幫我把衣服 剛做成對方還是要站著 站著就要站著 現在叫兵哥啦 兵哥好 阿布兵哥好 阿布兵哥好 陳道 陳道在哪 陳道在哪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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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柏森也沒有來 對不對 還有演藝神也沒有來 我也幫我自己 那兩張是我自己 對不對 然後還有潮之地 潮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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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感謝這些模特兒們 然後 謝謝你們來參加我操 謝謝 好 藝術 藝術這種創作啊 我們可以講它是一種靈魂的冒險 一個藝術家敢把自己的靈魂拿來冒險 這是很可貴的 有時候說 他是一生的賭注 那麼對於一個敢嘗試敢挑戰自己的一個藝術家 這在觀念上是難能可貴的 好的藝術 它必須有幾個要點 就是它必須有點字又有底字 有點字就是有思想 有底字就是有功夫 那麼有毀意 這兩方面 這兩方面啊 是兼容並序的 當代藝術家 事實上在整個亞洲來講 定價是 目前來講是偏低的 為什麼講偏低的 因為在我們周遭的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 包括日本 包括韓國 甚至包括印度 定價都非常高 同樣 30歲左右的藝術家 他們的價錢幾乎都是台灣的兩倍到三倍 那麼 我們在台灣的當代藝術家 因為 可能過去曾經有 老前輩呢 價錢調得太快 所以 疊得很慘的這種教訓存在 所以呢 我們現在藝術家都非常謙虛 也非常的務實 譬如說以有為意為例 他作品一號大概一千八到兩千塊錢 那等於說 一張五十號的作品 也蠻大的嘛 定價還不到十萬塊錢 就十萬塊錢左右 要稍微打個折扣給客人的話 就是七八萬塊錢而已 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